这个男人拥有透明的身体 担心他漂亮的女友 所以每晚偷偷地在他房间保护着他 这天决定将一切都告诉女友 在小美惊恐地注视下 阿强展示了自己透明的身体 知道一切的小美没有责怪阿强 调皮地帮阿强画出了脸部的轮廓 反倒觉得这样的阿强更有魅力 二人来到了餐厅 吃了一次浪漫的晚餐 回来的时候发现队长居然追到了这 随即二人赶紧开车离开 来到了火车站准备逃往墨西哥 不知道的是 队长的人已经追上了火车 很快小美就被抓住 在他身上搜出车票的号码 这次他们带着热诚像 让透明的阿强无处躲藏 中了麻醉 真的阿强只好跳入河水中 顺着河流逃脱的阿强为了救出小美 再次来到了安全局 在楼下打电话给队长 只要他放了小美自己便同意加入特工组织 队长爽快地答应 毕竟抓住阿强是他的最终目的 带着小美来到楼下 看着包裹严实的阿强忍不住的窃喜 叫了一辆出租车送走了小美 看到阿强上去就是一拳 万万没有想到这根本不是阿强 而是他的一位朋友 真正的阿强是刚才的出租车司机 反应过来的队长赶紧派直升机追了过去 很快便逼停了出租车 为了不连累小美阿强跳下车子自己逃跑 虽然脱掉了衣服 但脸上化的妆无法隐身 只好顶着一张脸继续奔跑 好在遇到了洒水车 洗尽了脸上的打底液跑向了废弃光场 却一不小心摔倒 沾满泥灰的阿强只能向楼上跑去 队长随即也来到了楼顶 至此还没有放弃阿强归顺自己 还在努力地劝说着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阿强已经脱下衣服 向着队长展示自己的软弱 队长为了立功趁机想抓住阿强 结果只抓到了衣服便跟着衣服一起坠落 安全局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 判定双双坠落身亡 阿强巧声无息地来到小美身旁扶着他便离开 搬到了冰天雪地的队时 小美也怀上了阿强的孩子 不知道小阿强会不会继承他父亲的基因 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